原标提郭德纲一个配得上相省太陡的男人,说起郭德纲几乎无人不知,但大众对于他的评价,却是褒脸不宜有人说他是相省的复兴者。 也有人说,他的相省不入流,可是没有他陷入颓势的相省,怕是早已淹没于岁月的成河中。 若干年后的今天,谁还会知道,有一种艺术形式,叫相省不管他的相省是不是三俗,但他绝对是一位能给观众带来快乐的好演员,自六岁起开始拜师学艺。 各种相省评书无一不信手念来眼下的他是风光无限,但曾经吃过的苦,又有个人愿去了解1995年的时候,郭德纲凭着,我还会说相省,去北京,起码不会饿死的念头,开始了北漂生活租住的房子,只能融下一张床铺,每天的食物也不过是面条熬成的糊,借以度日,即便如此生活,也不会平稳向前。 在封台的一个小屏戏团唱了两个月的戏,没要回报手不说,还在没赶上夜班车的情况下,只能徒步走回住所,从北京南二环除黄渝,到大兴整整22公里,没人知道在那个漆黑的夜晚,独自走在卡车呼啸的二环上的,他,有没有想要放弃相声。 后来大火之后他说,我凭什么不能不行走二环观众,对此只是轰然大笑,又何曾知晓他那一刻的内心所想? 上世纪相省的鼎盛时期,当数七十年代,至八十年代初期侯宝林、马记,都是大师的级别,只是号称正统相省的传人,却渐渐走起了下坡路。 即便是侯宝林看好的施圣洁,马记看好的江坤,都没能让相省借起死回生。 满含讽刺的相省,不再被舞台认可,反而是精彩评出的笑评,赶超在相省前面。 成为观众心中考虚的标配产物,差点成了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相省,在整个九十年代算是沉入低谷。 主流无法弘扬相省,而这个非主流的郭德刚,却拼命地想, 极尽主流1996年,郭德刚创办了德云社辗转于各处窘境平盛。 常常是舞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,还多随着媒体的发展郭德刚依稀之间红遍全国。 主持,戴连等军友社里,德云社终于建红相省界,也终于有了起死回生知识。 很多人都称其为相省界的老艺术家,他却总说自己是相省界的小学生。 要学的还有很多有人说,他拯救了相省,他却自称是相省界的守牧人。 可是随着德云社在相省界一直独秀,他却总是在台上说, 我可救不了你们了,他救不了的是观众, 还是一片虚假繁荣的相省界,自知能力有限,无法让相省界百花齐放。 便也只能让相省,还能在历史的舞台上, 多流传些时日,才会不再专注于相省艺术的提升。 而是广收徒弟捧红小月月,郭麒麟,二爷等人, 只为让这些德云社的新人留住观众的视线, 为延忍一息的相省界,再争取一些复兴的时间。 不知道这样的相省演员,能不能成为大师, 但却愿意称他为一生相省太斗得一双心, 值得敬佩可惜时至今日,能被人瞩目的相省群体, 还仅仅只有一个德云社,何时才能看到相省界的繁华? 还是遥不可知,马迹曾被问到,相省是不是要完了? 他说,好在还有一个郭德纲,的确如果不是他, 相省又怎么会在多年后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中, 成为戏曲界不可或缺的一种艺术形式? 无疑这是郭德纲的功劳, 如果说他真的是相省界的守墓人, 也还是为这片死气沉沉的墓地带去了一丝人气, 鲜花锦簇必然与烈火烹油相配, 但愿这位相省大师能经得起质疑也响得了掌声, 成为相省界的长青树。